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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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数位薰套处理器 第八单元 我是上课教师李宗盛盛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整合环境CCS Cole Composter Studio 也就是说我们在往后几个实验当中 我们会用这个开发环境 来开发我们的DSP的程式 那今天要跟各位讲解的就是说 如何使用这个开发环境 来创建我们的专案 那我们来看下去今天第一个part 那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大纲 主要是我们要介绍德州仪器 他们所开发的Cole Composter Studio 第六版简称CCS 的整合开发环境以及特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part当中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我们CCS来创建一个专案 好 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安装 Cole Composter Studio 第六版 那Cole Composter Studio 它基本上是TI所开发的一个 迁入式处理器的软体开发整合环境 就是我们讲的IDE 然后它其中包含了 Debugger 增错器 Compiler Editor 还有一些operating system等等 然后它主要是要支援TI所开发的一些设备 然后它这个开发整合环境是基于Eclipse 这样的一个开放式软体 所以基本上TI直接向开放原始码 软体组织提交更改的部分 也就是说它基于这个Eclipse 它开发出它的CCS 所以使用者可以随时将其他各种 洗力厂商的Eclipse的插件或是TI的工具 拖放到目前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使用者可以享受Eclipse中 所最新的版本所带来的便利 所以基于Eclipse这样的开发 它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简单模式 让开发人员可以很精简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界面 所以它同时提供优化器助手 Atomizer Assistant 和超低功率的顾问 这样的工具也提高整体的效能 并优化我们的程式码 并降低功率 它也整合其他的工具 例如说它也可以用在其他的作业系统 例如说Linux或是Android等等 它也包含了静态程式码分析 也包含了开放原始码控制等等 这样的其他的工具 在这样的平台下面 所以它也可以利用现有的GCC代码 除了TI开发的高度优化型的C语言编译器之外 还整合用于例如它TI的MSP430MCU 以及ARM的GCC的发行版本 所以让开发人员可以在这个CCS平台下 也可以轻松利用现有的GCC的代码库 所以CCS是基本上建构在最新版的Eclipse 这样的一个开发整合软体平台 所以它确保跟最新配套产品相容 它也支援1200多种协力厂商的外挂程式 包括静态代码分析以及原始程式码控制 建模以及脚本开发等 所以另外它可以支援 它可以加入Energyia的专案 那Energyia基本上它是另外一种开发环境 它可以让工程师跟制造者和学生 能轻松的开始创造基于MCU的专案 也就是Project 所以使用者可以很轻松的用Energyia这样的环境 然后整合到我们CCS这样的界面下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CS主要的功能 我们看到的图中 它这是一个软体的操作功能 它这个整个环境包含了许多 我们等一下会创建专案所使用到的工具 包含这个Compiler 也包含Editor 那Compiler之外我们会有一个主意器 就是Assemble 然后主意完之后会有连接器等等 这样的许多的步骤 我们都可以在CCS的环境下面 只要简单轻松的按一个按键 就可以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 所以看到红色框框圈起来部分 是它在建构这整个专案的功能 所以它提供一个整合的图形界面 让早期我们在做这样的创建 专案创建的时候 我们必须下指令一步一步来操作 现在只要透过一个整合图形界面 就可以轻松的完成这些 这么多工具的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执行 我们可以产生执行码的 我们可以执行这些 要产生执行码的工具 变得非常简单 它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开发的工具 例如TI的RTOS 以及MSP430的Ware这样的一些套件 以及C2000 还有CtrlSuit 或是TIVAWare其他的一些软体套件 都可以加入到这个CCS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说 在我们本课程我们是用C2000 所以我们可以下载C2000这样的套件 包含它一些翻例程式 包含一些其他功能 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做很简单的开发 然后简单来说 CCS它的功能 包含它提供一个整合的界面 你可以编辑 可以做代码的产生 也可以做侦措 Debug 它是一个单一按键操作 所以看到整个图形界面 你只要用滑鼠去点上面的一些按键 就可以执行许多的步骤 所以它提供一个强大的图形界面 也可以用脚本编辑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些script 来编辑你要的工作 那它基本上是基于Eclipse这样的开放软体架构 所建制的一个开放软体整合平台 好 那我们首先来谈说 怎么样来安装CCS第六版 那过去它们出了很多版 那目前最新的是第六版 那在安装CCS第六版的时候 它系统需求是至少要1GHz x86相容的中央处理器 以及2GB RAM或是400MB的硬碟空间 那当然我们建议说你可以用比较好 例如双核的x86相容的中央处理器 4GB的RAM 以及2GB的硬碟空间 然后作为系统它可以在Windows SP 或是7或是8上面用 也可以在Linux上面来安装 那这个网址就是说 告诉你说一些关于它第六版的一些讯息 各位可以到Wiki上面去来参考一下 好 那首先我们要做安装嘛 所以我们要第一步骤我们要下载 所以到这环境下做下载 那当然下载必须注册TI的账号 然后注册完之后我们就执行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但是执行的时候必须先把防毒软体关掉 如果安装成功的时候 我们必须重新启动电脑 以确保我们电脑的注册表被修改成功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按这个 同意接受软体版权的声明 好 然后我们这边是设定我们的安装目录 当然你可以设定你所要的安装目录 然后这时候要注意到说 我们要选择说我们之后会开发是在何种硬体产品上面 就像本课程是在C2000上面 所以我们就会把C2000相关的一些产品打勾 好 那我们这边要选择仿真器 然后在我们这个实验课里面 我们通常是用SDS100系列 它已经预设已经打勾 我们就不用再动它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其他的 当然就可以要选其他的 那本课程就是 就是SDS100系列的仿真器 然后这边是说你如果你要装其他的package 你就要打勾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 例如说你要装MSP430相关的 你就要打勾 好那这边是总共安装的大小 如果确定没问题 我们就按这个完成 它就开始安装 然后安装完之后 它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执行 甚至说你要不要建立一些捷径 如果是的话就再打勾 各位同学 在我们第一个part当中 我们介绍如何安装CCS 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到TI的网站上面注册 再把CCS download下来 我们就可以照我们刚才的步骤 然后一步一步的安装起来 那最后我们只要重新开机我们电脑 我们再执行我们这个CCS就可以了 在下一个part 我们要介绍一些CCS的操作 好那我们来看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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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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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